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财经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特斯拉在中国召回了超过160万辆汽车 进行远程软件升级 以解决后备箱所可能出现的问题 这次召回涉及到部分进口的modellex,modellex,modellex,commodellex 以及国产的model三合model外车型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举措 显示了特斯拉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香港股市的最新动态 核生指数上涨了1.2% 试图从3个月的低点中恢复过来 这次反弹得益于中国出口增速可能加快的预期 全球市场在经历了一周的波动后 现在逐渐平静下来 而中国的出口预计在7月份增长了9 这些积极的消息让投资者看到了希望 最后我们关注一下 中国投资者在海外市场的情况 由于中国股市的疲软 不少投资者将资金转向了加密货币和海外交易所 然而全球市场的动荡导致了巨额损失 许多投资者正在考虑 是否应该止损并撤回资金 上海综合指数在2024年上半年保持平稳 而香港的恒生指数则从今年5月的高点下跌了15%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联社报道 特斯拉在中国召回了超过160万辆汽车 进行远程软件升级 以确保在后备箱为锁紧时 能够警示驾驶员此次召回涉及部分进口的 马拉拉斯马拉拉斯车型以及在中国本土生产的 Model三合Model Y车型生产日期在2020年10月15日 至2024年7月17日之间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 为锁紧的后备箱盖在驾驶过程中可能会打开 干扰驾驶员的视线 特斯拉将通过远程软件升级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是特斯拉的重要市场和生产基地 但也面临来自中国电动车制造商的激烈竞争 特斯拉上季度净收入大幅下滑 尽管进行了降价和低利率融资 但销售仍然疲软 Model Y车型股市在全球市场动荡结束后反弹 恒生指数上涨1 至16 853.48点 其16 853.48点结束了连续4天的4%跌幅 科技指数上涨1 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4% 美国股市隔夜反弹 标普500指数上涨1% 韩国CUSB指数上涨2.5% 澳大利亚SNPNSX200指数上涨0 尽管日本日给日经2225指数下跌0.5% 但科技工具制造商Tatron 18th Street上涨3 9%在线旅行社Trip Com Group上涨4.6% 阿里巴巴上涨2% 5%腾讯上涨2.4% 全球市场在经历了本周的剧烈波动后恢复瓶颈 市场对美国经济即将衰退的担忧 以及日本央行第二轮政策收紧的担忧 导致了自1990年以来最大的市场波动 0.5%多中国投资者在国内股市持续低迷的情况下 转向加密货币和海外市场 但周一的全球市场暴跌 却让他们损失惨重 许多投资者在考虑是否因止损退出市场 但更多人选择坚持持有头寸 不将剩余资本转回国内市场 国内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 让中国投资者选择在西方和亚洲市场寻求财富 上海综合指数在2024年上半年基本持平 而香港恒生指数自今年5月以来下跌了15% 周一127至中国投资的海外ETF中有128至下跌 一些接近下跌超过9% 一位来自苏州的高中教师郑先生表示 他在黄米苏彼西这摊抵抗229VTF损失了 约30 尽管如此 他仍然相信日本市场的经济基础更强 并表示不会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由于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 大型科技股的高估值 以及日元的急剧上涨 第二周市场遭遇了大规模抛售 但周二日本市场迅速收复大部分失地 尽管如此 恶观的投资者仍然认为 而股可能会出现上升势头 尽管中国的基本面仍被认为较弱 明南密都中国7月的出口增长 未能达到市场预期 分析师预测下半年增长可能会进一步放缓 根据周三发布的海关数据 7月出口同比增长7% 达到3005.6亿美元 但低于预期的9.5%增长 和6月的8.6%增长 尽管如此 这一增长仍归因于去年同期的低基数 当时中国出口下降 至自2020年2月以来的最低点 下降了14.5% 进口方面 7月同比增长7.2% 相比6月的2.3%下降有所回升 7月中国的贸易顺差为846.5亿美元 低于6月的990.5B美元 上半年中国的出口部门有效抵御了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 支持了全年5%的增长目标 然而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出口能力的指责增加 表明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多贸易壁壁 美国对超过100种中国商品的关税被推迟了至少两周 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最终关税决定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宣布 全球宏观经济事件也可能对中国的关键出口施加压力 尤其是在美国经济衰退担忧引发本周初的全球股市大跌后 外交官杂志报道 中国电动车一笔市场的过剩产能已成为新的贸易紧张来源 美国政府在5月对中国电动车进口实施了100%的关税 欧盟紧随其后 对中国电动车征收37.6%的关税 尽管中国政府否认了过剩产能的指责 但过剩产能的证据显而易见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中国电动车生产商之间的 并将这种不健康的竞争归因于车辆供应过剩 在疫情前中国街头很少见到电动车 在疫情后 电动车在中国街头随处可见 尤其是在低级别城市 BD司机几乎全部转向电动车 因为电费比汽油便宜 中国最大的电动车生产商是比亚迪 其他主要公司包括小鹏 蔚来和理想 地方政府的支持对电动车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例如合肥市政府通过快速谈探和提供资金支持 经营比亚迪在当地设立超级工厂 带动整个电动车供应链的发展 武汉市也在努力通过工业政策复兴其汽车产业 制定了行动计划 以在两年内显著提升武汉电动车产业的质量 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和政府采购合同 使得中国电动车过剩产能几乎不可避免 导致价格战创新能力下降和供应链收入减少 迷南密都阿里巴巴集团正在开发基于OpenEye的 索尔模型的视频生成工具Tora 这是中国科技巨头在视频人工智能工具领域的最新努力 Tora采用了Diffusion Transformerity架构 这种新颖架构是索尔的基础 研究者称他们开发了第一个轨迹导向的DTTT 确保生成的运动精确遵循指定轨迹 同时复制物理世界的动态 突然能够根据轨迹、图像、文本或三折的组合生成视频 阿里巴巴的这一举措 标志着其在i视频生成领域的最新努力 此前中国初创公司甚述i推出了其文本到视频工具Fidu 而质朴i和快手科技也在这一领域有所动作 阿里巴巴在2月推出了名为Emmo 或Trochallers Emmo的i视频生成模型 可以将单一静态图像和音频样本转化为 带有面部表情和姿势的动画、图像视频 研究论文没有提及 除了是否会与Emmo或阿里巴巴 自研的大语言模型家族通义签问相关联 明南米都中国恒大集团的清算人 已经对普华永道提起法律诉讼 指控其在审计工作中的失职和虚假陈述 根据香港法院文件 诉讼涉及普华永道对恒大2017年和2018年上半年 财务报表的报告 清算人希望通过这一法律行动 追回至少60亿美元的股息和报酬 这些款项涉及包括创始人许家 款项涉及包括创始人许家义及其前妻丁玉梅 前首席财务官潘大荣在内的欺名被告 普华永道在恒大的会计问题上备受关注 尤其是在中国当局对该国最大的金融欺诈之一展开调查后 此前当局对恒大的主要内地子公司恒大地产 处以41.8亿元人民币的罚款 指其在2020年期间虚报了5640亿元的收入 普华永道中天是恒大地产在此期间的审计师 并在2023年1月因审计相关分歧辞职 Binami Dou Munchatai 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四大新型人工智能企业中 估值最高的独角兽 其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杨志玲 被誉为该行业最受追捧的企业家之一 该公司在阿里巴巴集团的初始支持下 近期通过腾讯控股参与的一轮3亿美元融资 使其估值飙升至33亿美元 杨志玲曾在卡内金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并在Facebook5公司Mid平台和谷歌大脑工作期间 与多位世界顶尖的信息技术专家合作 2022年12月 杨志玲前往美国学习 XGPTP并为企业爱企业招募人才 2023年3月 他与清华大学的校友 共同创立了Munchata 埃亚孟宠创立了Munchata 并在公司产命前三个月内 筹集了6000万美元的初始资金 组建了一个由40名爱专家组成的团队 Munchata在去年10月 推出了类似XGP1的产品 Kinichabody 迅速在中国大陆用户中获得了人气 特别是其处理长达200万 汉字文本查询的能力 Ninami Doe中国批准了487个 可以用于深度伪造的人工智能算法 包括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 等国内科技巨头的产品 以及一些外国公司的算法 如惠普HP这些算法的批准 是根据2023年1月生效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进行的 新公布的算法列表 包括百度的肖像图像生成器 腾讯、微信的搜索算法 和阿里巴巴丁丁的文件生成算法等 未能在中国网络空间管理局 CSC注册算法的开发者 可能会被从国内应用商店中移除 到目前为止 CSC已经发布了6个白名单 最新的这批 包括了微软小兵的音乐生成器 和网易狼人杀的角色对话生成器等 中国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要求开发者在提供生成器 M模型之前必须向政府注册 顺面播报的内容是6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6度简报的立场 你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6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 briefing 康宁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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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